破财的星期 閉著眼睛睡著什麼都不做 躺在床上都是必需要的支出 Hello 歡迎回來講鞋 再加我是Karen 如果你有看我的頻道的話 你應該知道最近經常有 加拿大國際學生雜誌贊助我的影片 今天這條影片也不例外 如果打算計劃過來加拿大讀書 或者申請學校的話 聯絡加拿大國際學生雜誌可以幫到你 更多詳情可以在description box 那裡找到 就是因為加拿大國際學生雜誌 他們說Karen你好像很久沒有做過這類型的影片 不如趁現在通脹講一下你最近的cost of living 剛好我最近還要搬屋 所以這個禮拜 真是破財的禮拜 大把東西跟大家分享 大概一年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每個月大概的支出是多少 到今時今日這個支出 跟去年的支出是有少許的分別的 那首先呢 就跟你分享一下 我每個月的reoccurring的bills 就是我每個月 閉上眼睡著 什麼都不做 躺在床上 都是必需要的支出 首先呢 就是我住的地方的租金 那我就是住在一間三房的townhouse 那月租大概就是1,600元左右 那這個價錢其實都是工價來的 那至於水電煤最近就升得很厲害的 上一年有跟你說過了 差不多每個月是2-300元左右 但是最近升到上去400元一個月了 在網上呢 我就是用Shaw的 就是89.25元 但是好就好在呢 我跟Shaw就有一個交易 那這三個電話號碼裡面 有兩個電話號碼呢 都是0元的月費 因為呢 我就是用text and talk 因為我常常在家 很少出門口 不太需要用data 但是有一個電話呢 仍然都會用data 那這個電話呢 就是平時大家看到我 特意是用來出去 例如live 出去看看煙花 之前 新年的時候 這樣去用的 那這個電話的月費呢 就是45元 那之前大家看到我常常拍片的 這間townhouse裡面呢 其實我還有一個roommate 那他會跟我分擔少少的租金 那就變了我跟他大概的 月租和utilities 都是兩份的 那就變了我每個月的租金 上網 和水電雷呢 就平均大概是1045.8 一個月的 而我車的insurance 大概每個月就是170幾元左右 那所有東西加上我每個月的必需支出呢 就是1264.42 而接下來呢 就慢慢告訴你 過去我這個星期呢 包括搬屋和日常 究竟花了多少錢呢 首先星期一呢 我去了Said學院那裏 打算做一個洗牙和X-ray 為什麼特意要去Said呢 就是因為 街外人如果在Said的dental clinic那裏 做任何service 都是25元而已 如果你是在校學生的話 就更划算 每個service 只收你5元而已 那我那天泊車呢 就泊了8個半 在這間牙醫診所的服務呢 大部分都是由Said的實習學生來做的 剛剛提過啦 我是想做X-ray和洗牙的 但是原來它25元呢 只是會幫我做一個unit的洗牙而已 但是原來洗完我整排牙的話 是需要三個unit的 所以我就要回到我平時的牙醫那裏 做洗牙這個步驟啦 平時在牙醫診所那裏做X-ray 差不多都要80-100元左右 那今次我只需要給25元 都省了不少錢的啦 那我做完X-ray之後 駐牆的牙醫就跟我說 她會把我剛剛做的X-ray的file 放在一隻USB那裏 就可以給我的牙醫 去看我現在牙齒的狀況啦 雖然洗牙呢 都真是蠻麻煩的 但是不捨得也是要洗的啦 終於就洗了218元 但是如果你是Full Time的員工 或者是Part Time有Benefit的員工 Insurance通常都會包上牙醫的項目 那你就不用自己 好像我那樣要銀河包給錢啦 到了星期二 因為昨天去看牙醫 錢包有點傷 所以今天我就留在家裡 乖乖地省點錢 剪片 到了晚上的時候 有少少突發的情況 所以我們就要開車去急靜室 終於泊車就拍了6.75元 到了星期三 我們就在新屋這邊玩煮飯啦 最近經常聽人說 加拿大那些Milkid Delivery很划 而且又不會浪費材料 我們儘管就試一下啦 而且計算一條數 每餐平均只是4.5元而已 而且這個是限時優惠 如果想知道更多資訊的話 就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這條片 接下來我就會和大家分享 如何可以獲得這個優惠 有些東西在這裡 我們有什麼東西 一隻貓 Riko也太興奮了 但這隻貓 到了星期四 我們就在Amazon 買了一棵全新貓樹 這個棵在成本的長巨圍 看到了一個殮圍 一牓 他搶了幾個哥 那邊要公圍 不可以嗎? 這位是沙拉的보다 五花 她舊的部份 所以我們現在有兩層層 我們放了一個小層層 他們可能不會用它 他們會坐在這裡 對,他們不喜歡的景觀 這裡是一個餐廳的餐廳 這裡是一個餐廳的餐廳 你喜歡嗎? 你喜欢它吗? 嗯哼 爸爸已经摆了它了 好 不爸爸 他想了它 他已经吃了它 它们已经下跌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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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 它缺了一棵 这里 它是那个小孩 背后 没有 你可能会把它翻过 你可能 你喜欢它吗? 回答我 是吗 是吗 还是吗 我认为是是吗 而且因为搬屋的关系 我们最近也多入住了 到了星期五 我们就要去医院 拍车 拍了三个小时 然后还在医院吃了个lunch 到了星期六 我们就买了个全新的board game pandemic 这些看起来像糖 我会完全吃了 看起来像糖色的糖 看起来像糖色的糖 这是香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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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话 懂得做 因为如果回到原厂 在Dailership 买个battery 起码都要几个水 所以我们就去了Canadian Tire 181.64 星期一 星期一 我就口痕想吃牌包 所以就去了华人超市 走了个圈 就花了21个多了 素糯米鸡 4.98 2 pack 凍豆腐 2.99 排包 3.2 黑芝麻豆漿 4.69 豆腐 1.98 金菇 2.88 2 pack 加税 21.14 之后又发现 车又没有油了 又要入油了 好贵 入半缸油算了 怎知道我25元 连半缸都不够 不过 怎贵都不够Vancouver 贵 住在Calgary 都算幸福 今星期大概花了1,117元左右 正常来说 我就不会每星期都花这么多钱 今星期就真的例外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 加拿大国际学生雜誌的赞助 如果看了这条影片的 你也想帮我 就记得like、subscribe 和share这个channel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FREE GO 我下期见 你 下期见 下期见 2 2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